這都是喔 黑黑的都是 民宅內外出現大量的小黑蟻 掃都掃不完 甚至在室內烏糧上 還會一團一團的往下掉 連桌上的茶具 都被小黑蟻入侵 這都是嗎 對 我手指就砍了 當地形容就像是下黑蟻 站在室外沒多久 身上就會爬滿小黑蟻 像是穿了一層蟻衣 讓他們非常困擾 我早上走路 電話拆住在裡面坐這樣 好 大家都笑笑叫 有愛 還不哭啦 當地民宿老闆用沙蟲劑沙蟲 但黑蟻鋪天蓋地而來 而且到了晚上數量更多 這是昨天晚上 就是整個飛過來 然後完全就是整堆群聚 客人有沒有嚇到 客人嚇都嚇死了 雜貨店的沙蟲劑賣到快缺貨 但黑蟻還是有增無減 專家表示 這種小黑蟻 是本土的游胸流離異蟻 因為有趨光性 一到晚上就會飛進住家 而且現在正值求偶旗 可能族群數量達到飽和點 進入分飛期 因為牠是熊蟲 然後沒有遮掙 所以其實牠不會對人體 造成多大的危害 養成水手冠的習慣 和有加裝沙瘡的話 其實就可以減低這種蟲 進入居家環境的可能性 幸好這種黑蟻 不會危害農作物 估計一到兩週之後 黑蟻就會慢慢的消失 但如果要去除黑蟻 最根本的方法 還是將蟻窩給移除 記得洪建民 南投報導 在進入居部